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这个叫做白云字 不是天上的白云 是白色有个光云的字 不要小看这件事 如果你早点发现的话 分分钟够你一命 字的东西个个身上都有 没什么那么奇怪 但如果你发觉有一天 字周围突然间有一个白色的圈 或者你发觉字的颜色越来越浅 好像脱了色那样 那就要小心了 它脱色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身体把那粒蜜 当作外蜜 不是身体本身的东西 有什么原因会令蜜 本身身体一部分 都是色素细胞积序 为什么身体会觉得 它不是自己身体的东西呢?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它里面的细胞发生了变化 令到我们身体觉得 它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要弄走它 我们其实最怕它 色素细胞变成肿瘤 最怕黑色素瘤 叫做melanoma melanoma 这种肿瘤是非常之恶的 它很容易扩散 非常之危险的 所以如果你发觉 痣会有这样的变化 周围有个白圈 变淺色的话 可能就代表里面的细胞有些变化 所以身体就尝试 将那些坏的细胞弄走 产生这样的现象 它麻烦在于 有些时候 就不只是那粒痣有问题 有些时候 身体其他地方有些黑色素瘤 比如有些人在指甲下面 都会产生黑色素瘤 身体就知道有事情不妥 尝试产生抗体去弄走它 但是抗体是随着血周围走的 本身其他的痣都会打到 所以就在那里产生白云痣的现象 但是可能是其他地方有黑色素瘤 话虽然是这么说 大家都不用那么害怕 因为始终黑色素瘤 不是很普遍的肿瘤 也有些其他原因 不是因为肿瘤引起白云痣 最简单就是 一些我们叫做自我免疫系统的病 即是身体不知为什么 免疫系统不知被什么 trigger 自己打自己 包括有些甲状腺病 也会引起这些问题 有些时候简单到 就是那颗痣可能受了一些伤 或者整损了 辣伤了 那里面产生发炎反应 就刺激到身体免疫系统 不断打它 打完色素细胞 就会令它好像脱色 也有机会 这些当然都是良性的东西 黑色素瘤 如何都是比较危险的肿瘤 如果真是不幸 如果发觉身上有这样的痣 也是建议你去看一看医生 最稳妥 小心洗得万年船 分分钟 早些发觉 足够你一命